大家好,我是蒋武生 大概在去年有段时间活起来过这么一个话题 叫为什么我国不强制服兵役 如果当时有看过的朋友到现在应该还会有印象 这个话题能活不是说它本身具有多么高的讨论价值 而是网友们的玩耿能力实在是溜 比如有说连长看着新华字典一样厚的名册陷入沉思的 有说敌人用热成像一扫扫出来做火焰山的 有说炊事班锅都炒烂了几个 半夜还有战士没吃上早饭的 看得出来神平家们都是有点幽默细菌在身上的 而之所以这些梗能被玩成 大家看了还不会觉得很扯 其原因便是他们的根本逻辑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 中国不缺兵员 但是也正是在这些乐观的笑话中暴露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对我国的兵制 以及不同兵制所适用的国防经济丸境 不同兵制所关系到的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等问题 缺乏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主要体现于大众们似乎混淆了人多用不上 与用精不用多两种情况 事实是当今世界的多数军事强国 在不面对全面战士威胁的前提下 都是宁愿多花钱去养高素质老兵 也不愿意养像我这样一个进去凑数的 因为通常情况下 军队是一种单纯消耗社会资源 而不直接产生财富的组织 因为扩大兵役规模 会使国家整体上的财政负担加剧 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 结天下之财 也无用之君 不能预敌 反为内患 所以一国的兵员征募制度 是行义务兵制 还是志愿兵制 自然不能单纯的从人口观点出发 它还关系到经济 政治 社会 以及军事科技的发展 等方方面面 接下来 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军自革命年代至今 所行兵役制度的发展历程 及转型趋势的梳理分析 来回答为何中国不强制扶兵役这一问题 相信可以让大家在段子之外 多加一些理性的认识 首先简单说一下 近代军队兵员征募的三种基本制度 义务兵制 志愿兵制 混合兵制 所谓义务兵制 是在古之征兵制基础上发展而来 强调的是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 规定凡是失灵 适格的公民 都必须扶兵役 定期征集 定期退役 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所谓志愿兵制 是在古之木兵制基础上发展而来 国家不以法律形式 强制公民复兵役 公民可以依据自身意愿选择 是否参军入伍 复役期限也更加自由 第三类是混合兵制 这种制度将前两者结合起来 既保留有国家强制征召公民入伍的权利 又给予了公民自愿参军入伍的权利 以上三种兵役制度 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它们都只适用于一定阶段下的国情军情 而当国情军情发生了大的变化时 兵役制度自然也应当随之做出调整 国军历史上兵役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是自建军期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这一时期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里 实行的都是志愿兵制 但是这种志愿兵制 不仅和古之木兵制不同 和今天的志愿兵制 也不算完全一致 毛主席当年形容这种兵制为 既不是旧式的木兵制 也不是征兵制 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度动员制 它比木兵制要好些 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溜子 但也比征兵制要差些 我们目前的条件 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 还不能采取征兵制 毛主席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 按道理讲 我们是应该去实行征兵制 来迅速满足军事人力需求的 土地革命期间也曾做过尝试 但是不成功 所以只能行志愿兵制 而不管是古代的木兵制 还是今天的志愿兵制 硬木兵员与军队之间的雇佣关系 其实都是一种市场行为 兵员把当兵作为一个终生职业 对于他们的劳动付出 军队一方是要给予报酬 而当这个报酬和付出不对等时 要么混日子 要么转头塌处 这就是旧的木兵制下 容易养出脱离人民的兵溜子 和军队容易被私人掌控的缘由 但是当年人民军队的志愿兵制 讲的可不是报酬 是信仰和希望 我们是政治建军 在共产党的政治号召下 人民群众处于受党的教育 和保卫革命果实 自发入伍 这是一种绝对纯粹的 尊重自由的选择 不但加入军队者 接触于自愿 而且这种自愿 以不计报酬 不确定服役期限为特点 对此似乎已经超过了 国民党军队的认知范畴 他们无法理解 为何共产党不需要任何强制性行为 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 而国军即便有征兵的法律做支撑 却依然只能靠在大街上 强拉强片撞钉 来满足兵源缺口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 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防局面 都有了显著改变 这时我们终于得以松一口气 专注精力来进行人口调查 与兵制改革了 1954年 彭德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当前部队存在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兵源太老 全军80%的兵都是参军多年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婚姻 家庭 前途 退伍 安置问题都难以解决 如果再不实行义务兵役制 则随着现役老兵的年老体衰 工作和学习积极性的下降 终将导致部队战斗力的下降 经中央研究后 领导层一致认为 以义务兵役制 代替志愿兵役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在当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就写有这么一条规定 依照法律服兵役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195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进一步将服兵役的公民义务明确下来 凡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 部分民族 种族 职业 社会出身 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 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 虽然兵役法几经改版 但直到现在适用的2021版中 这句话还是原封不动的存在着 也就是说 自1955年确定征兵制起 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就赋予了政府 强制性的普遍性的征兵权利 不过 在改革开放之前 这种权利并不需要过多使用 我们也没有发生过 像同样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韩国那样 一到每年的征兵期 就有大量年轻人绞尽脑汁 去想办法逃避兵役的情况 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看来 能参军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为什么会光荣呢 说到底 还是那个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的问题 当国家的所有者 与兵役的承担者立场一致时 服兵役自然是光荣 因为士兵们知道 他是在保家卫国 是服务于自己的父母同胞 反之 当国家的所有者 是一群地主官僚 大资产 大买办阶级 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时 即便你有再完善的征兵法律 动用一切手段 去强制征兵 也依然无法让士兵 对政府产生认同 无法激发士兵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想办法逃避兵一辙 就会大有人在 比如说国民党当年的 拉撞兵行为 我们如何判断 他是不是拉撞兵了呢 试看他有没有在街上 看见个卖鸡蛋的小孩 让小孩把篮子举高点 再举高点 就低了 就给连人带篮子 拎走了吗 这只是表象 我们要看就看他的 征兵目的和战争行为 是不是符合 本国大部分阶级 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 如果他在大部分阶级中 去征兵 而服务的 却仅是少部分的统治阶级 那不好意思 就算他有法可疑 我依然认为 他的征兵 就是在抓撞兵 所以军人与主权者身份的统一 再加上 那个年代 社会上的职业选择很有限 参军自然成为了 优秀青年的最佳选择 以至于供给过剩 让我国法律层面上的普遍征兵制 在实操层面上 变成了一种低容征率下的选择性征兵制 军队完全无需强制 用很低的成本 就能吸引士林青年的加入 然而 这一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 发生了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国防现代化转型的挑战 让单一的义务兵制 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弊端 开始凸显出来 技术方面主要表现在 义务兵服役期限过短 难以熟练掌握日益更新的武器装备 一旦复原 在军中学习的技能 很快就会生熟 所以部队骨干人才 培养的周期长 而流失又快 就会导致战斗力的下降 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 就政府的财政支出而言 实行征兵制 尤其是我们这种低容征率选征制 要比实行志愿兵制更省钱 毕竟无需支付给义务兵工资报酬 但那只是从部队这单一为都的比较 如果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成本 那么结果便不尽然了 第一 征兵制会导致个体和工作之间的匹配 出现低效率 由于不同个体擅长的方向不一样 有人就擅长打 有人就擅长写 有人就擅长输 在改革开放之前 社会上的职业选择有限时 大家全往军队口钻 还看不出什么 但当社会各职业丰富起来后 若不顾个体特长而强行往军队口钻 那么对个人和军队而言 就都是一种损失 第二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但军队内部的福利 机会 乃至退役安置等条件 却并没有进步 加之当时的国民思想 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冲击 此时 对于独生子女的适龄青年而言 从军的成本大 手已低 当个几年兵出来 却与社会脱节了 不合适 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的道路有很多条 也就是当年流行的顺口六 一等青年去留洋 二等青年进学堂 三等青年闯市场 四等青年把兵当 都是考不上学的人才去当兵 那时候 要是谁说 把孩子送去当兵了 别人心里会砸吗 那你家这孩子可不咋地 此种境况下 想要继续走单一的征兵制 还要能征来高质量的兵 要么加强强制力 伴随而来的是 执法成本和道德风险的提高 要么加强吸引力 伴随而来的是 经济成本的提高 都不是最佳解决办法 我国的兵役制度 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1984年 第二版兵役法 颁布实施 将兵役制度 由单一的义务兵制 转型为 以义务兵制为主体 以志愿兵制为次的 混合兵役制 因为增加 对流失很快的义务兵的经济投入 倒不如把这部分投入 花在服役期长的志愿兵身上 在这一基础上 几年后 士官制度便正式实行 至1998年 兵役法再次修正 删去了以义务兵役制 为主体的表述 志愿兵制的地位 被拔高到与义务兵制同等 马上在1999年 士官的招募 赔馆 薪酬保障 便有了一次重大改革 在这次改革之后 部队的兵员结构和资源 就都开始逐渐向士官请携 因而培养出了EPP 以当兵为职业的 高素质士官队伍 现在随着新一轮军改的落地深化 基层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更成重中之重 在2021年新修版的兵役法中 我国混合兵役制的表述 已经变为 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 志愿兵役 与义务兵役 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可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 走向职业化发展的趋势 是不可逆转的 而职业化 也是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国家的共同选择 因为与征兵制相比 虽然志愿兵役制下 军人的工资由市场决定 高新养兵 看似增加了军队的直接成本支出 但实际上 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更高的志愿兵 直接决定着高科技武器装备 所能发挥的上限 他们是兵 但更是人才 越是技术要求高的兵种 志愿兵所占的比例就应当越高 才是利于战斗力提升的 同时志愿兵制能降低逃避兵役 和强制征兵所带来的经济与风险上的成本 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 而每年退役人员的大大减少 也降低了退伍军人的安置成本 所以当志愿兵制没有超限募兵时 在既精又省这一方面 是要优于义务兵制的 可以说 除了像以色列这样有特殊情况的国家 在和平年代 从征兵制逐渐演变为志愿兵制 是一个国家在军事科技发展和经济跃进后的必然选择 而我国今天的混合兵役制中 依然保留着带有强制性的义务兵征集制度 还有着对这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为了解决平时养兵少 战时用兵多的问题 以职业兵为骨干的常备军 完全可以应对一场快速的局部的战争 一旦战争扩大为持久的全面的 义务兵制又能保证有充足的 接受我基础训练的后备兵员 二是为了解决志愿兵成长的土壤问题 志愿兵虽然可以射招 但从义务兵中培养依然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以大家会发现 就算是当义务兵门槛也越来越高 因为越往后 义务兵的招兵标准就越接近于准志愿兵 换个说法是准人才 这就是为何即便在前几年的人口红利期内 还一度有新闻报道 有好几个省份出现了当兵狼 征兵难的现象 这并不是说全中国每年那么多士龄青年 怎么还会功绩不足呢 实际是高素质人才的功绩不足 像许三多这样的青年放到今天 大概连招兵第一关都过不了 总之 我们不能把人口优势和国防优势直接化的 好 人多用不上与用精不用多 完全是两个概念 兵役制度关乎的是军队建设 而军队建设历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提高战斗力 在坚持政治建军的大前提下 建国后我们由志愿兵制 转为义务兵制 是为了提高战斗力 今天由义务兵制为主 转为志愿兵制为主体 也是为了提高战斗力 有时候强制义务负义是节约成本 而有时候看似高薪养兵 才是在给整个社会省钱 我是江武生 一键三连 下期见